这一句6600万年前巨型的三角龙骨架化石叫做Big John 于2014年在美国南达科他州出土 是迄今为止被挖掘出的最大三角龙标本 日前一位美国匿名收藏家就在巴黎的一场拍卖会上 以665万欧元的价格成交 第一个是Triceratops是一种很熟悉的猩猩 我一直跟我们的经历 我们一直在一起 发现人们的产品没有关系的产品 没有没有关系的产品 没有关系的产品 没有关系的产品 从修复状况来看 Big John骨架的完整度超过60% 头骨的完整度为75% 他的头骨长2.62米 宽2米 两只额脚长1.1米 根部直径达30多厘米 而且据说能够承受16吨的重量 尽管Big John的身形庞大 但颈部却有裂痕 智商究竟是怎么来的 来听古生物学家的说法 这种状态就能够承受30cm 它能够承受30cm 它能够承受30cm 但它能够承受的重量 它能够承受的重量 它能够承受的重量 求够恐龙化石的成本 而站在科学界研究的角度来看 这无疑是一种损失啊 而在科学研究时代表现